好的 歡迎回來 那個月世界喔 那我們回到神魔三國字喔 要聊一下這個所謂的 雍龍女王喔 亂世紅眼新的活動 那剛剛呢 賀蘭發現 神魔小蒜糖算錯了喔 所以趕快把 算錯的影片下架 然後 再重新上這一次喔 那主要 亂世紅眼一樣喔 就是要投票 然後並且做 挑戰陣營的部分 那當然可以獲得一些 相對應的東西 比方說像是花環跟積分的部分喔 那花環則是可以在 這個商店裡面做兌換 那主要建議 無課玩家呢 可以兌換這個女王節 然後 寶物之魂跟聖氣之魂喔 總共要3500個 這個所謂的花環喔 加起來 那也就是說我們要計算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樣打 才可以打滿 這3500個花環的部分 我們打一次可以免費白嫖 15個花環 一天下來可以75個 那7天下來總共是525個花環 那積分呢 累積下來一次是打250積分喔 是月世界目前的積分數 那你就照月世界的這個算法去推算即可 那現在月世界輸出大概是5億多左右 5億多左右可以拿到250積分 然後乘以5乘以7大概整個 total下來可以賺到8750積分 那總共可以拿到800花環部分了 獎勵這裡他都會 詳細記載整個堆疊起來 加總的花環是多少 那也就是說 從每天打到的部分呢 白嫖部分可以拿到的是1325個花環 那在階段性部分呢 他分成兩個階段 那假設我們兩個階段都輸喔 可以得到大概是500花環喔 那這裡有寫到 勝利的人呢可以拿到1000花環 如果輸的人大概就可以拿到500花環左右 那從這個排行榜獎勵裡面 也可以去拿到這個所謂的獎勵部分 那假設我們運氣最差 落在200名這樣子拿到400花環 那我們共計需要的3500花環 減掉剛才拿到的1325花環 再減掉這個1000減掉400 總共我們還需要1325個花環 才能夠把獎勵拿好拿滿 那今天就推算一下 假設積分來到14000積分的話呢 我們額外 就是我打到 我積分達到14000積分這個 這個程度 那我額外可以再獲得1000花環 那這樣子的話呢 14000積分 減掉這個我們本來就達到的積分 去除以我們一場可以得到250積分 再乘以這個15 就是實際上我們達到14000積分之後 可以額外多拿到的花環 總共是315個花環 唸到我都快出山了 然後1325個花環減掉 剛才講的 你積分達到14000之後可以額外得到1000花環 然後再扣掉剛剛的那個315花環 也就是說我們還要再多打一場 總共是22場 那平均除以7的話呢 每天大概打3至4場即可 3至4場即可 如果說你保險的話就打4場 如果說你想省一點的話呢 你就先打3場 或者是第一天打4場 剩下的部分都打3場即可 這樣你就可以把這個獎勵給拿好拿滿 當然如果你還想要那個 五星隨機降魂 或者是五星神魔降魂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再按照這樣的比例去做堆 堆疊去做計算 我推測可能要到22000積分才有機會 把那個獎勵給拿好拿滿 因為這裡就650了嘛 然後如果說是 這個所謂的 隨機降魂的話還差100 應該是夠的 應該是夠的 光白嫖部分 我的音樂停了 我們點一下好了 怎麼這樣子 我要免費音樂 給我幾秒鐘謝謝 好 看美女也蠻爽的 那 另外講到這個雍龍女王的部分 那我們看得到 這個最前面這個 新出來的美人 一樣還是堅挺無比 而且實在是 這個實在是 令人噴鼻血 好我們 重點不在這裡 剛才影片講到大概抽 一輪下來 這個所謂的玉樓傳情 一輪下來大概是40到43次左右 不等 可以把這個獎勵抽好抽滿 我一開始 誤以為他就可以直接換到一隻美人 不好意思 他是 270個這個 所謂的 女王芳心才可以換得 也就是說 要累積滿三輪 因為這裡是20嘛 那40、90 所以總共要三輪的機會 才可以把女王給 引起回家 那我剛才算是 只算一輪而已 所以我就算錯 然後就緊急把影片下架 剛才還發生一個悲劇 我 今天想說 本來就要上這支影片 所以我就把 預錄的另外一支影片 移到隔天了 結果我發現我 算錯之後 刪錯了 就預錄影片 然後又 只好 這支影片要同時刪 結果一口氣要同時 重拍兩支影片 整個快吐血了 好 那不管怎麼樣 就當個笑話 笑笑月世界也可以 那 這樣子的話 從元寶來說 一天可以白嫖大概三次左右 總共七天是三七二十一 那也就是說 也不算白嫖 光花元寶 我們就可以多 多跑這27次部分 那 特獎部分可以拿到十個 然後擂台部分可以拿到十個 那我們總計呢 43 假設啦 運氣最差43 乘以3是129 129次就可以把 美人迎娶回家的話呢 從129剪掉這個 40 41的部分 41就是從10加10加21這裡來 那大概還要88次的這個 抽抽 那如果說 假設今天你 你最不要 想 就是最省的方式 就直接去買這個 50塊這一包 我覺得50塊這包就很機神 為什麼 其實你 你買這個的話是20嘛 那乘以3的話 這也是60 等於相當還多省了10塊錢的美金 那我覺得 如果說不想去計算 或者是說你想要把硬體 往上做堆疊增加的玩家呢 可以直接把50塊這一包給剋起來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額外再拿到 三個這個 紅盒子的部分 然後額外還有大概多出12次可以抽抽 那也有機會說不定可以抽到其他東西 那 如果說你想最省的方式呢 則是請你在女王周卡這裡把它購買起來 因為這裡就可以直接獲得28 然後88-28大概還要60次左右 60次的話 我們看一下 其實60次的話應該是那個10塊 然後加上這個20塊 這樣還差20次嘛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10塊的 然後總共大概是40塊美金就可以 最省的方式就是40塊美金就可以花起來 那如果說你想要其他搭配的話呢 就各自去做選擇 那這兩個選項月世界都蠻推薦的 一個就是看你自己是否要增加硬體 如果你想的話呢你就花50美 然後多抽一點 如果你不想的話呢 最省的方式大概就是40塊美金 即可把它抽好抽滿 那 如果說計算過程中有任何那個計算錯誤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月世界知道 畢竟這個神魔小算堂有時候 太興奮了 就會 那個漏掉許多細節部分 那如果細節部分沒有注意到的話呢 也在下方讓月世界告知一下 讓月世界知道 那如果說影片資訊呢 對各位有幫助的話呢 拜託幫我影片點個讚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呢 幫我訂閱起來 那請我喝飲料也可以下面有這個帳號 可以打個50100都可以 感謝各位看官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那我還要準備去重錄另外一支影片 感謝大家 那一樣重複講一次 如果說影片過程中有任何問題 錯誤資訊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月世界知道 然後做個即時修正 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拜拜